热烈祝贺 中国女族夺冠 在中国你不能要求女族踢得爷们儿点 你得要求男族怎么想想办法呀 踢得像个女人才行 这张话告诉你 中国女族为什么这么强 咱们女族的战斗力那是祖传的 那中国男族衰败是从什么开始的呢 一会儿告诉你 同学们大家好 我在做中国传统名画故事的系列视频 希望大家不忘点赞评论加关注 起早贪黑的把视频看完 足球是中国人发明的 原来叫醋鞠在中国盛行了上千年 老百姓是人人喜欢 南宋马远画过一个醋鞠图 是存世古代醋鞠图像中最大的一件 图中共有九人醋鞠 参与争抢高空球的就有四个人 元代胡廷辉画过一张叫 宋太祖醋鞠图 这上面画了一个中国历史上 著名的足球健将赵匡印 对就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 宋太祖赵匡印 那是足球高手 非常善于白打 白打就相当于今天咱们说的 这个花式足球 据说技术高超 可使球终日不坠 就是踢一天球 球也不会沾地 那技术真是了得 当时足球在中国的地位 比乒乓球要流行的多 那是正经的全民运动 乒乓球吧 还需要一个桌子 需要球盘 还不能有风 那醋局在中国古代 你只要需要一个球就可以了 民间老百姓有踢草球的 好点的有踢布面球的 讲究的是牛皮做的球 那为什么中国足球又衰败了呢 有句话说的好 齐达内退役了 法国六年没缓过劲来 普斯卡什退役了 匈牙利六十年没缓过劲来 高球退役了 中国队一千年没缓过劲来 如果高太尉在世 那中国足球就会像乒乓球那样 横扫世界 可是中国足球 不是因为高球去世衰落的 清朝以后就没什么人踢足球了 从顺治到乾隆 都明令禁止民间踢足球 他并不是担心有足球流氓 而是因为足球 它是一个集体运动 近似于军事训练 皇帝怕老百姓依靠足球 结成团体联合反清 所以基本在清代绘画里边 我们都看不见足球 但是自古中国姑娘就喜欢足球 明代杜锦就画过 侍女促居图 要知道咱们中国 女性一直都以柔弱为美 要知道古代的女性 那都是要缠足的 宋代以后更是主张 女性要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红楼梦》那边 就把林黛玉这种 病泱泱的那种状态 视为女性美 有才的女子呢 被要求学习 琴琴说话 但是这都没用 在现实生活中 这些条条框框 不会削减 中国姑娘对足球的热情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足球吧